关于所谓债务陷阱问题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 在事实面前 任何抹黑 攻击都是徒劳的 只会暴露抹黑者 攻击者的不良用心 个别西方媒体炒作的 所谓债务陷阱是假 要挑拨中国同相关国家关系是真 在这个问题上 凡是抱着公正的态度 都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BBC被中国网民称为偏见广播公司 在炮制 涉华 虚假信息方面 是出了名的 希望BBC能以实际行动 尽早摘掉这顶帽子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睡见 感谢观看